作词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和修复人员 中日战争爆发抽起 某国亲有几架低能力螺旋桨飞机 根本就没有空战的能力 整个中国的天空 完全被日本空军所控制 他们的飞机毫无恐惧 低空飞行 风炸 机关架扫射 我们中国军民财务审视惨重 蒋会员长1932年 急速成立了中国空军和航空委员会 1936年 聘请蒋夫人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 联络孔江西 宋子文等筹款 向国外购买飞机和修复器材 1937年 蒋夫人邀请美国退与空军陈纳德上校 那个时候还上校 后来甚至少将来法协助 训练中国空军 当他第一次见到蒋夫人的时候 就在当天的日记里面写道 蒋夫人将是我云远的工具 由于他们多年的相聚共事 他更认为蒋夫人是世界上最完美 最窃取和有决断心的女人之一 其实经过几年的努力奋斗 中国的空军已成为了一个很不过亲世的强大队伍 1937年8月14号 由高智航大队长率领的空军 在上海奋起迎战日本空军 一举打下了六架日本飞机 击破了日军三月要亡发的梦想 1941年8月1号 又由陈纳德组成了美国志愿飞辅队 来发直接参与抗战的工作 蒋夫人一直重视空军家们的饮食 营养服装 康罗 以及军军们的生活等一切情况 空军将士们也一直称蒋夫人为空军之母 她经常参加空军聚会和活动 甚至将士们去这的时候 她礼貌上的亲吻拥抱 在当时极为保守的中国来说 这种情况是何等于伟大 她参加任何大型的聚会 或者是国际访问会议 也说 她胸前都是挂着中国空军的飞掌 她一直以中国空军为勇 蒋夫人对中国空军的建立壮大功劳 实在是不够埋没 1997年8月14号 发现了一本中华民国空军建军六十周年 专辑特刊 在刘义夫的虚文中 这本眷记中每一张照片都有剧载说明 唯有147页中的两张照片没有说明 為什麼?因為蔣夫人坐在中央,要是有第二張照片回代替這張的話,連這張照片也不會在這本專輯裡面。 真有日本名字的中方民國總統,假裝不知道中國空軍建軍史,那也無可奈何了。 但是,上將國防部長,上將參謀總長,尤其上將空軍總司令,也不知道中國空軍建軍史或重要工程,那就絕對說不過去了。 他們實在會對國家苦心賠肉之恩和拿稅人的恩德了。 好像是虛問的劉先生,也真是常訪問蔣家新聞的名記者,也不知道。 所以,這本空軍六十週年捐集的發行,實在是中國的不幸了。 其實,我們國民革命軍移住學校和中國戰士兒童保育院的學生們,深受國家培餘和講公及講分的關愛,深知過人的良心職責。 在畢業,畢業以後,畢業以後,從軍報國,有的家喻了空軍的行列,離下大功。 畢業以後,有很多犧牲在中國的天空。 技術完成了先父、暴國的一致。 在很多美国的来华志愿飞辅队中 有很多感人的故事 岁月战争已经结束几十年了 很多在中国受伤或患病 曾受到中国人的照顾和康复的美国友人 人在不断地登报寻找恩人 或者是回到中国与盟友参寻旧情 向过去中亡的盟友致敬 也有中国人很幸运地嫁给了盟军 坐下晚年永华富贵 感谢观看